月入过万保姆安静阿姨被雇主炒鱿鱼 用小号卖惨遭网友打脸 安安总裁换新保姆揭露真相 她是全网最会享受的住家保姆 住杭州顶级大平层买菜专车司机接送 雇主出差时睡到自然醒冰箱里东西随便吃 闲暇至于甚至还能出门喝个下午茶 干着比其他阿姨都要少的活 每个月收入却轻松过万 因为女主人安安总裁经常出差不回家 空荡荡的豪宅就成了安静阿姨的主场 而她除了每天打扫一下卫生外 也会经常拍摄一下在豪宅里生活的日常分享到网络上 最初还只是出于无聊上传了几条做饭视频 但由于没什么看点所以反响评评 直到安静阿姨成功凭借做一条豪车出门买菜视频走红 利用反差感短短时间内便吸粉数十万 突如其来的爆火也让她找到了新方向 于是安静阿姨便开始分享一些住在豪宅的日常 以及一些雇主的生活习惯 甚至还会把手机对到雇主安安总裁的脸上近距离采访 然而就当网友们已经习惯等待安静阿姨更新时 她却突然消失在了大众事宜 随后又有知情者出面爆料安静阿姨已经被炒鱿鱼了 只因她自从走红后整个人就飘了 而安安总裁也火速更换了新保姆 而安静阿姨的一个举动 更是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月入过万的网红保姆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惨遭八年雇主炒鱿鱼 只因自从她凭借拍摄女主任安安安总裁的豪宅走红后 粉丝量便瞬间飙升到了十万 可就当安静阿姨四个自火变全网时 她却把账号名称改成了不再是曾经那个简单的保姆 暗戳戳表示以后或许会全职转网红 就连简介也变成了以后想变得更好 并附加上了商务联系方式 随后又用小号发视频引流声称账号被盗 希望大家不要听信风言风语 却不料被网友在评论区当场打脸 爆料雇主安安安总裁在直播间表示 已经把安静阿姨开除 如今已经请了为新保姆相处十分融洽 一番操作下来迅速引发无数网友猜测 有网友觉得安安总裁手下作用无数主播 或许是想和安静阿姨谈合作谈崩了 所以将她辞退 但也有网友觉得安静阿姨就是纯粹的飘饿 才会惹恼八年来把她当家人看待的故事 而回顾以往视频也不难发现 安安总裁不仅没反对安静阿姨拍摄短视频 甚至还十分高兴她有了兴趣爱好 每次出差回来也经常给她带礼物 甚至还专门给安静阿姨放假返乡探亲 允许她把家中一些不用的高档电器 带回去给父母使用 如果不是因为安静阿姨触及到她的围屈 想必安安总裁也不会搞到这么难看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